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伺服器建置與管理裡面的Linux環境 Linux的出現是 從這個UNIX過來的 那他最主要的是有一位芬蘭的學者 他以UNIX的系統為基礎 然後把系統的核心做模組化之後 然後放在網路上發行 那他網路上發行的最主要原因是覺得說這個 軟體的這些開發應該 智慧是屬於全世界的 而不是屬於單人獨有 所以他就把他形成一個 這個開放原始碼的方式來進行發布 那我們知道市面上各位看到很多不同樣的這個 一樣是Linux但是他有不一樣的分支 我們稱之為發行版本 那各位比較常遇到的大概就是 Ubuntu 然後呢Sentos 還有Sushi 跟這個FreeBSD這些呢都是 Unix-like的這個 作業系統 也就是我們Linux的作業系統 好那這 之間的差異呢 比如說有不同的組織啊 團體啊 或者是個人呢 做修改之後或者是 添加一些功能之後呢 而進行發表 那這種我們稱之為發行的版本 好那Linux在開機的時候呢 幾個動作 第一個呢是由BIOS 硬體上面的BIOS 然後呢 去 讀取 CMOS裡面的這個 程式 然後呢再去讀硬碟的開機磁區 那開機磁 那開機磁 的主要作用呢是去告訴 系統說有哪一些地方要讀取 也就是系統的核心 好那讀了系統核心之外呢 他會去run一個 區塊就是 GRUB 那GRUB的部分呢就是 這個軟體 GRUB的部分呢就是系統 軟體的這個啟動 然後啟動它之後呢 他就可以決定要進入單人模式 或者是開機模式或者是系統修復 好那核心載入之後呢 他把它放到主記憶體裡面 讓他可以運行 然後呢接下來就負責 跟硬體之間的溝通 就去執行 Ion IT的這一段程式 好那除了這個 載入之後呢他會去做相關的配置 以及設定環境變數 然後呢檢查分割區 還有掛載一些 必要的檔案 然後呢他就會按照我們預設的這個 啟動模式 就是我們講的run level 來這個對應的出現 登錄的這個介面 那我們的啟動模式呢有幾個 從0到6總共有7個 那0的時候呢是代表系統關機 1是代表單人模式 那在這裡面呢 比較常用的是3跟5 3的部分呢是文字介面 多人完整文字模式 所以 這個 電腦裡面 在Linux Centos他的作業系統呢是屬於多人多工 他可以提供一個同時多人在 系統裡面做事情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 提供的呢run level 3 使用的呢就是多人完整的文字模式 那run level 5呢指的是 圖形化介面 GUI的介面登錄 所以從這個同影片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左邊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run level 3 他是文字介面 那你在這邊輸入帳號 然後會問你密碼 就可以登錄系統 那右邊呢是屬於GUI介面的登錄 那這個呢 如果有多人 有多個帳號在系統裡面的話 他會一個列表下來 然後你再點你要的那個帳號 接下來就是輸入密碼 之後就進入系統 好那如果說我們的server在遠端 我們想要透過Windows的作業系統呢 去連 這個遠端的伺服器的話 我們 建議各位呢可以去下載這一套 叫做commander 那你Google查到之後呢 去找到他的下載區 他有兩個下載 一個呢是這個 陽春版的 那一個是Full version 完整版 建議各位呢可以 使用這個完整版的部分 因為他有提供一些SSHR 或者是 Linus 一些相關的指令 比較方便使用 好那在遠端登錄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用這種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他有SSH 就是他的指令 然後呢 這邊呢 是帳號 然後這是 是代表在哪一台的意思 這個 這個 代表在哪一台 後面就是 主機的IP 減P 然後減P那是port的意思 那我們這邊的port是4022號port OK那去 連線如果有的話他就會出現像這樣子 他問你密碼 好那你key完密碼之後呢 成功進去之後 他就 會登錄到這邊 他會告訴你 上一次登錄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好那你這樣子可以去注意一下 如果每次登錄 在登錄的時候我注意一下 我前一次登錄的時間好像 那時候人 並沒有在使用系統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你可以知道說 之前可能 有 非法的人呢 透過一些形式進入了我的帳號 好那 你要特別注意你的密碼該改了 OK 接下來呢你可以按W 它是WHO的 的這個縮寫 你可以去查查看目前 誰在 線上 那有哪一些人在 分別在做什麼事情 好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你進入系統之後呢 如果你是root 如果你是root 那後面的警字號就是代表他是root 如果你看到這是前字號 就是提示資源前面是前字號的話代表是一般使用者 好那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前面這個是帳號 哪個帳號 add 就是在哪一台主機的意思 然後這是哪一個目錄 以此類推 所以 這個W的話 所以W呢就是show 目前是誰登入的系統 而且他在做什麼事情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那在 系統裡面 Diness呢他提供一個share 就是我們剛剛 操作的那個下指令的地方 他是一個殼 好那各位可以把他右邊這個圖的 示意圖拿來看 CPU是我們的硬體資源 那外面外層有一個我們剛剛講開機的核心 我們叫kernal 那kernal之外呢 因為 kernal要負責跟CPU還有一些相關資源做溝通 那外面是給使用者用的 所以介於kernal跟使用者中間要有一層這個使用者的界面 share 那一般來講我們 在centos裡面用的就是bash 那除此之外他還有很多 像 zsh zsh csh 還有tsh 這些都有 那我們比較常用的大概是這個 那殼的概念各位就記住他是介於 這個 使用者跟kernal之間 一個溝通的界面 好那share裡面他有很多功能 比如說上下 向上向下鍵 這兩個按鍵呢通常是用來 啊 記住 你過去曾經打過的這個指令 如果說你要重複使用一些指令那你就按向上向下鍵就可以去尋找到 你曾經key in過的指令 那backspace就是往前刪掉一個字啦 TAB鍵呢就是 如果說你要打 這個 比如說 檔案名字或者目錄名字很長一串或者是你要打 一些在bash底下有存在的指令 好那你可以用TAB的方式呢 幫你快速的 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LS呢是可以顯示對不對 那 我們先 連到遠端伺服去看看 SHH 好那我現在 我有一台虛擬機 各位可以看到這是我的虛擬機 好那我轉POR到本機的 4022POR 好那我現在要看一下本機 我現在的host這台 他的IP是多少 在Linux 在Windows底下 我打IP CO 後面清一下 IP CONFIG 寫線 ALL IP CONFIG ALL 他就會顯示很多 因為有很多網卡 好那我們就找一個 後面有寫PREFER的 所以他是192168.22.1 好所以呢我就SSH 然後你的帳號 在 在 那我們剛好講轉POR -P44022號POR 好那他要你輸入密碼對不對 好那Key Key完密碼之後你就會發現他有告訴你上一次登入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呢從哪一個IP 好然後呢接下來 你就是可以比如說 我要查看我有哪一些檔案 好那比如說我要 進入 Document 好 我要進入Document這個 沒有Document在這裡 我要進入這個目錄的話 我就CD 控格Document 那過去我們就是 傻傻的打嘛 D O C U M E N T 對 有時候怎麼打都錯 因為少了一個S 所以要按向上鍵 找到之後加一個S 就進去了 好那裡面是空空的 那我們推出來就CD一點點就回到上一層 好那我們再練習一次我要CD到Document 如果你懶得打就按Tab 他就一次幫你補好 可是如果你是打D O 你就按Tab的話他會沒辦法 按為什麼 因為他有兩個 前面開頭都一樣的 他不知道你要哪一個 所以你 要打到他有差異開始 D O C跟D O W不一樣 所以他 D O C之後他就知道是Document 如果說 D O W Tab他就到 Download LS就可以看了 那LL就是 LS-A是代表顯示全部啦 還有包含一些 詳細的隱藏檔 好那如果LS-L就是列表然後顯示詳細的內容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目錄底下有哪一些像 據點開頭這代表隱藏檔還有這些隱藏檔 然後呢這是藍色的部分呢是目錄 那這個據點開始的 這就是隱藏檔 那如果說這個 白色的呢前面沒有D有沒有 各位看一下最左邊這邊沒有D的代表他是檔案 他是檔案那像這兩個就是檔案OK 好再回來看這邊吼 那除此之外我要清除畫面也可以按Ctrl L 好 好 我要清除畫面這個畫面看起來很亂對 清楚畫面就Ctrl加L 他就清除掉了 好是蠻方便的一個 快捷鍵 那如果一個程式執行到一半你覺得我不要再往下執行了 你按Ctrl C Ctrl C就可以 Break掉 好那Ctrl D呢可以送出 跳航的這個特殊支援 那Ctrl Z的話就是暫停目前的程式 可以用 FG的指令吼去取得暫停的工作 好那在 Linux的文字介面底下的指令的用法前面這是指令 然後減選項後面是參數 這是 Linux底下的一些下指令的模式 所以各位在使用的時候可以 參數彼此之間用一個空格來隔開 那不管你空格是多少 他都把它當作一個 所以他自動會把它削減掉 好那在Linux的多人多工環境底下 每一個人都在 Home底下有一個 專屬的目錄 那 這個每一個目錄呢 對應到一個使用者 在斜線Home底下 那 每一個使用者呢都會有一個 帳號跟密碼 所以不會出現重複的帳號 然後你要切換目錄用CD我們剛才已經試過了 那你要回到 自己的家目錄底下 就是CD 加一個毛毛蟲 或者CD Enter 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目錄 OK 那密碼呢 建議各位3到6個月就要更新一次啦 避免被人家長期虧探之後 拆到你的密碼 而且密碼呢 要設定的夠複雜 OK 好那在這邊呢 我們要建議一下 這個 密碼他有一些規則 那 更新密碼的指令呢 是 PASSWD 就可以改密碼 好那這邊呢 就是 密碼呢 建議至少要6個character 6個character 然後呢 至少要包含4個不同的字元 包含4個不同的字元 然後呢不要使用字典裡面的單字 當作密碼 因為有種攻擊 叫字典攻擊 所以 有可能會被破解 而且呢 很容易被拆到 再來就是不要使用字典裡面 不要使用連續的字母或者是 數字 所以你不要打ABCD 這種當作密碼 也不要 1234當作密碼 最好是包含大小寫的英文跟特殊符號以及數字 盡量增加它的複雜度 讓這個 不懷好意的人呢 不容易拆到你的密碼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常用的指令 如果說你要查 目前有哪一些使用者連到系統 可以用WHO WHO 可以來查查看 我們來試一下 好那LS我們來看一下假設我現在 我們先來看一下home 我們現在是在home裡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有幾個帳號 我們目前只有個帳號 所以我按CD Enter 我就會回到哪裡 就回到我們剛剛的 目錄 OK 好所以假設我在跑到別的地方去 比如說我CD Picture 我這裡面空空的 然後我CD 空格貓貓蟲 一樣我就可以回來 或者我跑到別的地方去 假設我跑到這個地方來 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家 目錄就CD Enter 就可以回來了 OK 這是CD的一些 用法 然後WHO是可以看 目前有誰在線上 從目前來看是 W的話 資料比較明 比較完整 WHO的話就 顯示有哪一些人 那現在在哪一個 訊息比較精簡 可以看一下 好那再來就是shutdown 如果你是root的帳號 你可以用shutdown這個指令 可是如果你不是這個 超級使用者的話 你不是root 但是你有 你有這個超級使用者的權限 的帳號 比如說 像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帳號 它是具有 超級使用者的管理員權限的話 它可以叫sudo shutdown就把機器關機 注意這是關機指令 重開機是reboot reboot 它就可以重開機 好那如果懶得打字可以用table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那你要查查看 目前的 日期有哪一些 我們可以下 我們今天的日期是打date 他就告訴你 他就告訴你今天是 3月9號 MOM就是monday 然後現在時間是 3點16分 除了之類 你就可以 看到相關的資訊 好那如果說你要查 月曆的話 月曆那你就打shutdown colender的意思 shutdown 那就看到這個月份 那現在所在時間點 是在這裡 有沒有 3月9號 好那如果你要看今年的呢 就直接 colender-y 他就 顯示全年的讓你 讓你看 你就可以看一下這個 什麼 哪個月份 那他的這個日期是哪一些 這樣子 好那如果你要看最近三個月就是上個月這個月跟下個月的話那你就colender 然後減3 他就會顯示 上個月這個月下個月 比如說我要看一下三個月12號 就是禮拜三 2月13號 2月 2月12號是禮拜三 這樣子 所以是蠻方便的 好那如果你要看目前所在的這個 目錄是哪裡 完整的目錄 從根目錄到你現在所在的地方你可以用PWD 就是目前工作的目錄 PWD 好那你可以切換到別的地方 我們剛剛講 切到這個地方去 好那我要看一下目錄 完整的路徑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打 PWD Enter 我就知道路徑在哪裡 這就是一個 呃 常用的指令 PWD 如果說 你要切換回上一層 用CD 空格點點 就回去了 我回到 父親的那一層 然後CD毛毛蟲呢就回到加目錄 Enter也是一樣 那需要建立新目錄的時候用mkdir 新的名字 目錄名字 好所以我們比如說 我現在在這邊對不對 假設我要建立一個java workspace 那我們就mkdir java - work Workspace Enter 然後你就LS來看一下 好 LL也是 LL的指令 這個LL 是兩個L 他的指令等於LS -AL 是一樣的意思 A的話會連隱藏檔都出來 LL沒有 就這樣子 LL 好那LL就看我們剛剛 定義的 剛剛所建立的這 Java workspace 就有出現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是 使用者 跟 其他 比如說這個group跟other的權限是怎麼樣 好那再來這是 擁有者是誰 這是哪一個群組可以 讀取的 然後建立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好 這個是 時間 March 9 的基點 這樣子 OK 所以 你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他有建立一個目錄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目錄呢 刪除掉 刪除目錄是 Rm remove的意思 這個是Rm Rm-R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要把 剛剛那個目錄刪 刪除掉的話 Rm- 空格-R 我們剛剛講這是 選 參數對不對 好那 減R之後 這是選項 然後 參數是 Java 或Space 那我要把它刪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他那個目錄就刪掉了 減R是代表recursive 他的意思就是說這個目錄底下如果有檔案的話他會 遞為的把那些檔案都刪完之後最後再把目錄給刪掉 好再來是CAT可以看檔案的內容 那我們這邊來建立一個 比如說Workspace 然後我切換到Workspace裡面 好那假設我要建立一個檔案 因為他這邊 CAT可以看嘛 那我如果要有一個 空的檔案的話我先 講下面 Touch 我要建立一個檔案 TOUCH TEST.TXT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面他就多了一個檔案是TEST.TXT 不過 他的Size是 0 就是他是空檔案 這時候你去CAT這個檔 也是空的沒有東西 好那我們剛剛有講過CAL 對不對 好 我們先往下看 底下這邊 我們有一個大魚跟兩個大魚 一個大魚是代表我把這個結果丟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來看一下 好所以 CALEND 就代表這個月的 好那如果如果CALEND之外我 加一個大魚 各位把他想像成是煎號 好把他放到 TEST.TXT 這個檔裡面去 OK 我們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 CALEND TEST.TXT 就有東西出來 代表他已經把他放到這個檔案裡面去了 這樣OK嗎 所以他就是把結果 往這個地方 到 然後呢 CAT是把資料顯示出來 好那 各位 剛剛有看到 前一頁投影片有另外一個指令叫 他就是去找那個檔案裡面的最後幾行 那個檔案的最後幾行 所以 比如說 假設呢 我現在 這個指令呢 不是 CALEND 我要-Y 這樣子 好那我們 來看一下 CATEST.TXT 他是很多資料對不對 他是一整年的這個資料 好那如果說 我現在的指令是 用TAIR 然後呢 針對 TEST 各位可以看看齁 我們剛剛下指令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呢 他只顯示最後這幾行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就是只看 後面幾行 好讓 假設我們在日誌檔裡面他很多新的資料都是放在最後面 那我們要看的東西前面其實 比較不直接相關我們要看的是最後面就可以用TAIR 的方式來看檔案的尾巴 那幾行 OK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 兩個大語啦齁 兩個大語其實是append的概念齁 所以 剛剛我們用CAT 內容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再加一個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 CALEND 然後-3 然後呢 用兩個大語 那你會發現 我們原本檔案最後面是12月對不對 那各位可以看到2 接下來會出現 2月 2月3月跟4月 好那我們再CAT一次 就是 有沒有看到這邊到12月了嗎 然後我們剛剛又 Append加上去的在後面 好那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那 有什麼關係嗎 大語跟兩個大語齁 各位可以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呢 好我 裡面已經有資料了 可是我 我用的不是兩個大語 而是一個大語 他會把檔案 裡面的東西清完再把結果塞進去 所以呢 你會發現結果裡面剛剛的年度的 月曆會不見 反而是新的資料呢 把它 覆蓋掉了 所以 一個大語是 把 東西清掉把資料寫進去 那兩個大語呢 是有資料 我繼續附加在後面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CP的話就是 複製檔案 那MV的話就是 改檔名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這邊 我有個檔叫 test.txt 對不對 那我說我要 複製一下 所以CP test.txt t到哪裡 我另外一個檔名 to.bak 假設是這樣子 好所以你 LL看你就會發現 有兩個檔案 而且內容是都一樣的 不然你可以cat看看 再來cat txt.txt 你會發現這兩個檔案內容一模一樣 好那如果說你這樣子 我發現我打錯了 我剛剛不是要test2 而是要test3 那我要改名字是mv move的意思 move就把舊檔名換到新檔名去 test2 然後我要把它改成 test3.bak 他就改名完工 完成 這樣有看到嗎 這邊 3 這邊是2 這樣 這就是 改名字 如果要殺檔案的話 刪除檔案的做法是 這個rm 刪除 所以rm 剛剛的test3 這個檔 我要刪掉 你會發現那個檔案已經不見了 好那 有一些指令呢 也許你看過 但是不知道他真實要怎麼用 比如說 我有個指令是ln 好那你要查查看 怎麼查呢 你有個指令就是man man就是menu的意思 menu然後縮寫 那我要查ln指令怎麼用 他就會找出來ln呢 他-t的話代表什麼 這是link的名字 他目標在哪裡 就可以 往下可以看一些 介紹 按向下 向上向下 進來看他的 每一個選項的 option的這個 指令是代表什麼意思 比如說-f 叫force 把這個名字 移掉 -f那代表強制 強制移掉 好按q就可以 離開 這樣子就可以 了解到你要用的指令 代表什麼意思 好 那man跟info是一樣的概念 好再來呢 如果你要新增一個帳號 用sudo useradd New account 比如說我要增加一個keven 好所以我就sudo 然後呢 接下來 user add useradd 然後keven 好這時候呢 他會問你說 因為你用的是sudo 所以他認為你具有這個超級使用者的權限 你有超級使用者的權限 所以呢 他就問你你這個人的密碼 我的密碼 不是 不是講root 所以 你就輸入 好各位發現我在key密碼的時候呢 其實他沒有 動 最主要原因是他不想要讓 在旁邊的人看到你打了幾個character 所以呢他 游標不會往後移 是正常的 也不會出現 訊號或據點的 這是對的 key下去然後什麼都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home 這是 切換到我的家目 然後我再回到上一層 斜線home底下我看現在有幾個人 就有兩個人沒有 所以剛剛useradd他多了keven 的這個使用者以及他的群組 再來他的目錄就有出現 好 可是keven只是被你建立的他有沒有密碼 沒有所以你一樣要再做一次什麼 sudo pswd 針對誰 針對keven 去設定他的密碼 好那這邊就會告訴你說你是幫keven改變他的密碼 好 那輸入兩次 兩次都對之後呢他就會告訴你所有的權限 token都已經修改成功 那你要切換到keven的時候你就 su 空格keven 就會切換成這個 keven的權限 那你要輸入的是keven的 密碼 好 OK那現在是home對不對 那我cd空格 enter 我現在的目錄在keven底下 這樣OK嗎 好那你看到我現在是在keven的角色 或者我可以用sudo useradd嗎 比如說useradd 然後呢 比如說我再多一個jump jr jump 好 然後呢 他就會告訴你 We trust you 我們相信你你介紹的這個可用的 介紹 可以 這個 進入系統 超級使用者的權限 好然後呢 第1次 使用sudo的時候他都會出現這樣的介紹 好那我們就輸入帳號密碼 好這邊是要key密碼 誰的密碼 Kevin的密碼 好key key完之後他告訴你說 Kevin is not in the sudo sudo file 就是你不在 具有 管理者權限的 清單裡面 你不屬於他所以 你沒辦法使用這樣的指令 sudo不能去做 OK 好 這樣子呢是 讓各位了解到 不是每一個賬號被建立的時候他都可以用sudo 只有被授予權利的人才可以去做 OK好那我們退回到 剛剛我的權限 然後我要檢查現在的這個 系統裡面有沒有哪一些更新套件可以更新 我要下的指令是sudo yum 然後呢 ch e ck check update 來看一下好我們同影片上的這個指令 好有沒有哪一些要更新的就check update OK 他就列了一堆 哇蠻多的 然後呢我就要套用更新的 sudo yum yum是我們的套件管理層次 用yum呢去做update 他就再跑一次然後問你說你確定要更新嗎 他總共會下載 他總共會下載314Mbps YES 他就開始下載 然後一一的去套用這樣子 好那如果說你要從遠端 登出的話就打EXIT 就可以離開 套用 好以上是這個Linus環境的常用的這個指令的介紹 當然他的指令不只是這些 非常非常多 那大家把握這幾個原則 多練習自然就會上手 好 那我們的介紹到這邊 提供給各位參考